亚历三大站在他的面前说我是伟大的征服者 迪欧根又说我是一条猎狗 你有你的伟大,我有我的伟大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一个著名的人物叫迪欧根迪 他可以说是游戏精神跟娱乐精神的代表 他是全主派学派的哲学家 他的时代吧,与波拉图是差不多的 他比波拉图大概大二十岁 比波拉图多活了一年,八十一岁 有个叫拉尔修德人,他写过一本书叫明哲言行录 在其中他是最为详细地记载了迪欧根迪的各种怪异的言行 这个迪欧根迪他曾经因为制造假币就被流放 后面他来到了雅典 所以有人就嘲讽他,就说你看你还被流放了 你无家可归了 那么他就回答,你这可怜虫 正是因为流放,我才成为了一个哲学家 所以哲学家在精神上其实是需要流放和自我放逐的 关于迪欧根迪的这些段子,每一个段子后面你都可以给他挖掘出很多的这些哲学的含义 那我刚才说了,他跟波拉图是同时代的人 而且他跟波拉图看来是终身的对手 他们一直在互相怼 那么我们知道波拉图他提出一个最著名的一个学说 叫理念说,这个理念说就认为在各个具体的事物之上 有一种最高的,最真实的理念 其他的万事万物都是分有了各自的最高的理念 那所有最高的理念当时当然就是善,善才是最真实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活出了善,他就活出了真正的自我 但显然那个迪欧根迪他是不相信这样的说法的 比如说我们具体的桌子怎么去分有了一个普遍的桌子 他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 所以有一次的迪欧根迪他就把一些无花果就分给波拉图 那波拉图接过来就把这无花果就给他吃掉了 于是迪欧根迪就说,我是让你分有它们 并不是说你可以把它们吃掉 就是他显然是在讽刺波拉图 那我们刚才说过,波拉图他曾经讨论这个理念 他说各种东西都有理念 比如说桌子的理念就是桌子本身 各种各样的杯子的理念就是杯子本身 那么迪欧根迪就质疑 桌子和杯子我都可以看到 但是你说桌子本身和杯子本身到底是什么 我一点都看不到 波拉图就否刺他 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具体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 但是你却没有具备用来分辨桌子和杯子本身的理解力 那么还有一次这个波拉图 他在上课的时候 他就给学生说人是什么 他说人就是两脚无毛的动物 那么迪欧根迪听到了波拉图的这话 他就把一只公鸡的羽毛就给他拔光了 然后就带到教室里来 当着波拉图的学生就说 这就是你们的老师所说的人 让波拉图特别的尴尬 那还有一次呢 这个迪欧根迪他到波拉图家里面去做客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地毯上就疯狂的踩踏 他很高兴 他说我正在踩在波拉图的骄傲之上 那波拉图立马就反驳 他说是的 迪欧根迪先生 你用的是另外一种骄傲在踩踏我 所以说这个是他们俩就是互相怼吧 还有一次是迪欧根迪被淋成了洛汤基 刚好下雨了吧 结果呢 这些旁观者看见以后呢 就对他表示嬉戏同情 然后呢 波拉图就对着这些旁观者就说 如果你们真的同情他的话 你们就应该走开 因为迪欧根迪 他是有强烈的虚荣心的 他之所以弄成洛汤基的样子 装得这么可怜巴巴的 其实就是为了向大家表现自己 让你们去敬佩他 你们如果走开了 他的虚荣心就失去了根据 所以说他就能够回到本身的自我了 实际上他是否则 迪欧根迪本身 也不是说他自己所设想的那么真诚 因为迪欧根迪反对虚伪嘛 波拉图就说其实你是很虚伪的人 这是关于迪欧根迪跟波拉图的故事 迪欧根迪跟当时著名的一个帝王 叫亚历山大 据说也有很多的故事 最著名的故事呢 当然就是说有一次他正在晒太阳 结果亚历山大过来了 对他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结果那迪欧根迪回答说 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那么还有一次 亚历山大站在他的面前 就问迪欧根迪说你怕不怕我 他说我凭什么要害怕 你到底是一个好东西 还是一个坏东西 亚历山大说我当然是好东西了 然后迪欧根迪就说 你既然是好东西 我又何必害怕你了 所以说最后他们互怼互怼 对成了一个好朋友 互相钦佩 据说亚历山大说过 他说我如果不是亚历山大的话 我就愿意做迪欧根迪 从刚才迪欧根迪跟波拉图 跟亚历山大交往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迪欧根迪的个性 他看来是非常追求自主 自由和独立的 据说有一次他被俘虏以后 我们知道在古希腊 如果你被俘虏了 可能就会被卖为奴隶 结果他在市场上 买他的人就问他 你能做什么 迪欧根迪说我擅长统治人 他还警告买他的人说 你是不是想给自己买一个主人 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阿库精神 那总之迪欧根迪呢 他是因为他的这种生活方式的 浪荡 形骇 几世文明 所以说他经常是住在一个木桶里面 注意当时的那个木桶 其实可以相当于是一个棺材 就是说他经常是住在棺材里面的 整天到处去游荡 我们知道古希腊这些哲学家 苏格拉底也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也是经常就大肤便便 然后穿着比较邋遢的衣服 在广场上就逮着谁就问吧 所以说迪欧根迪他是非常崇尚 那种简单的一种生活方式的 他说上天已经给了人 最简单的这种生活方式 人已经够了 但是人们往往视而不见 而要求更多的东西 更多的奢侈品 这是迪欧根迪的一个人生态度 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小孩 在河边直接就用手就捧水喝 然后迪欧根迪一见到以后 就干脆就把自己的那个杯子 就已经扔掉了 他说连一个小孩在生活的简朴方面 他直接就打败了我 所以说我要向这个小孩去学习 那当然有人就指责他说 你经常出没于这些肮脏之处 他就说那太阳也光顾臭水沟 但是太阳从来没有被污染过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迪欧根迪 他常常是非常赞赏那些特立独行的人 他不仅是反对波拉图 也反对当时的那些想要去煽动群众 以此去进行这个政治的演说的 这些智者派 据说有一次的著名的一个哲学家 也是智者派 他叫阿拉克西美尼 他在广场上演讲 人群聚集 那么迪欧根迪就拿了一条臭鱼 就扔到人群当中 那这些人就觉得特别的难闻 然后又害怕把自己衣服弄脏了 就纷纷散开 那迪欧根迪就讽刺阿拉克西美尼 他说你看你有能力用你的话语召集人民 但是一条臭鱼也有能力把这些人民给他驱散 那么你跟这条臭鱼相比 到底谁能力量更强大 这是他的这种说法 那我今天想要最后想要说的是 就是迪欧根迪 他在所有的这些貌似 戏谑 娱乐和游戏的这样的态度深处 他其实又隐藏着 更深层次的 更严肃的 对人是什么的关注 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些段子 是有关于对人本身的一个质疑的 据说有一次 他在广场上大声喊叫 来人哪来人哪 当人们就纷纷聚聋以后 他又用他的手杖猛烈的戳这些人 让他们滚开 他说我叫的是人 而不是你们这些无奈 还有一次他从奥林匹亚返回的路上 有人就问他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 人是不是很多 他说是的 有很多 但是几乎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之为人 关于这方面最著名的一个故事 是所谓的白旧提灯的故事 据说有一次他大白天就点着一个灯笼 在广场上四处游走 嘴里高声喊着 人在哪里 人在哪里 我在找人 周围这些围观者群众就纷纷嘲笑他 说我们不都是人吗 你还找什么呢 他说你们都不是人 我继续要找人 这个故事是富有深意的 其实这个故事在2000多年以后 被另外一个西方著名的哲学家 理睬进行了细访 理睬当然在他的快乐科学里面 他描述了一个疯子 也是大白天提着灯笼 在广场上大街上到处喊着 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神不见了 这些人也在嘲笑他 然后这位疯子说 不仅上帝死了 而且上帝就是你们这些人杀死的 其实不管是人不见了 还是神不见了 其实最后他核心的还是在关注 我们人其实经常会迷失自己 而且我们往往是这些迷失的人 往往认为自己是最真实的人 是最现实存在的人 那蒂欧根里还影响到后面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哲学派别 就是著名的斯多亚学派 据说有一次有人问蒂欧根里 说你来自何处 他不是被流放了吗 蒂欧根里说 我是世界公民 就是真正的世界公民 我是宇宙公民 我没有家乡 哪里有自由 哪里是我的家乡 所以当有人问他 世界上什么最美好的时候 他说言论自由最美好 后面的斯多亚学派 他就提出了世界公民的这么一种底练 也提出了对于自由本身的一种坚守和捍卫 因为这个人他一直没有什么禁忌 他确实是以人为中心的 他反对一切建制化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甚至认为人肉都可以吃 因为这个世界万事万物 所有元素都是互相包含 互相掺杂的 因此我们吃什么都无所谓 那到他晚期他不仅开始吃素食 他也觉得我们要吃生的东西 要吃生肉 据说他有一次吃了一条生的章鱼 结果章鱼在他肚子里面继续的缠绕 最后让他腹痛而死 这是他最后的死亡 据说他死的那一天是跟亚历山大死在同一天 这是关于帝欧根尼的故事 那关于帝欧根尼呢 他的细血的背后是一种严肃的精神 那黑格尔也在批判过帝欧根尼 黑格尔说权辱派以帝欧根尼为代表 他们追求自由和独立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是他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方式似乎错了 因为他的方式是减轻欲望 同时又清静自然 排斥一种属于人的理性的 社会性的公共性的一种生活 所以在黑格尔看来 帝欧根尼所追求的这种自由呢 其实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而真正的具体的自由 是在人的一种伦理实践当中展开的 在这样的伦理实践当中 你面临着各种压迫和诱惑 你还要坚持人的一种公正和自我的统一性 这就是黑格尔对帝欧根尼的批判 我刚才说到波拉图 其实已经波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 也批判帝欧根尼这样的人 说他们的这种极简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虚荣新的满足 想到这里我也在反攻自信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不管你是追求奢侈 还是追求极简主义的一个生活 最重要的你不要去刻意 你可以追求空 也可以追求有 但是你是要以一种最自然的 最圣运力的一种本贞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种说法 像帝欧根尼这样的人 他可能在追求这样的简单生活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有一种刻意的一个东西了 就有一点像佛教徒里面说 我们要追求空 但是你不仅要追求空 你有时候连空本身 你都要给他舍弃 不仅要求空 而且要求空空 连空都要给他空掉 那这样无限的循环下去 其实是没有终点的 就是没有尽头 只有或者直空 它都是不对的 像我平时也是不太注重不修边斧 也是喜欢比较随性自然的生活 那可能 但是我不刻意地为简单而简单 是吧 比如说我衣服有什么就穿什么 当没有衣服就可以不穿 是吧 有人请我吃几十万的大餐 也可以 但是呢 我在街边吃十块钱的油脖橙面 就着大蒜 我也吃得有滋有味 可能你给我请我吃几十万块钱的大餐 可能对于我来说 味道和十几块钱的回锅肉也差不多 那么按照黑格尔的这种批判 就是说我们的人的心思 不应该过分地关注人的这种身体的自然 身体是一种自然 但是你这样过分地关注 你就把这种自然当成了不自然 所以黑格尔说 你把人的理性或者理智 用在这类事情上 它是不对的 对任何事情的重视 超过到他所需要的程度 都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一个游戏精神 或者娱乐精神的真谛之所在 而权儒派 他们以做自然的事情为荣 他们想要否定一切的社会习俗 他们人为这些习俗 都是人为的残暴的 而人的幸福 要从德性当中获得 但是这个德性是什么 在他们看来 德性就是摆脱一切世俗的 建制化的东西的羁盼 但实际上人是摆脱不了的 我也曾经说过 自由的真谛就是带着脚调跳舞 这个脚调并不构成对自由的束缚 而是构成了自由的基本的前提和条件 所以说在蒂欧根里的这种放浪形骸的后面 我认为它是在探索一条 人如何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出路 但有时候证明此路不通 往往也是一条出路 但我今天最后要说的是 蒂欧根里这样的一种追求背后 他的一种生命的底色 我认为他的这个生命的底色 它是严肃的 是庄重的 他曾经很严肃地说过 我们需要用正当的理由 或者僵神 来约束我们的生活行为 他也曾经批判 很多人都在努力地去竞争 去攀比想要胜过其他人 但是没有人努力地 想成为一个忠实 善良的人 他也说过 人们对于遥远的事情和无关紧要的事情 往往费尽心力 但是对自身灵魂和性情的这样的冲突和不合 却置之不灵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蒂欧根里 他也深深地影响到了 苏格拉底和波拉图等人 苏格拉底也曾经一直在倡导 一个人如何做一个统一的人 我们要实时地跟自我对话 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 所以说这是蒂欧根里跟波拉图他们之间 既相互去进行批判 也相互的受益 我可以看到在当时 在古希腊 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市场 所以说这些哲学家互相影响 最后形成了人类思想的最早的一个源头 让我们今天还在从中受益 这苹果挺好的 待会咱们录完就给它吃了 我是一匹乃自卑 这对苹果好听 又甜又脆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轻腻的北风吹过 满满的黄沙捏过 我只有咬着冷冷的鸭 抱一两声长啸 不为别的 只为拉船 说说美丽的草原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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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